明报22日报道,之前,大陆官方各类新媒体中,经常将习称为习大大。 中央在今年两会前注意到这个问题,并采取了措施。 报道说,目前,各地方媒体已陆续接到中宣布指令,要求今后在报道中,不再称呼习近平为习大大。 本月中旬,中央政法委也已明令下属媒体,不得在正式报道及新媒体中,称习近平为习大大。 海外明警邮报3月10日报道说,北京一名接近习近平的人士披露,习近平对中共宣传系统,筛过吹捧自己的行径很不满意,对兴党的媒体,刻意塑造的形象很不满意,并明确要求,不要叫我习大大。 这名消息人士说,这些东西绝非习近平的本意,除了少数可能是不明事理的民众自发创作,而后被中共官方媒体推波助澜,相当一部分有很深的心机。 有的煽风点火,用些险恶地给习挖一个巨大的坑,这就是所谓的高级黑。 比如,今年初,大陆网络出现不少捧习的文章以至红歌,如改版歌曲东方又红,这首歌与东方红旋律一样,但歌词仅做轻微改动。 有些红歌被人加工,放在海外社交平台。 3月5日,中共人大会议开始,西藏代表团各代表和工作人员胸前都别有两枚像张,其中一枚是习近平的像张。 坊间对此议论纷纷,但几个小时之后,与此有关的贴子遭到删除。 网媒一接到通知,要求严控包括社交网站等,在内的与习像张有关的贴子。 以上消息人士还披露,习近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危险,最近他对中宣部主管明确要求,不要叫我习大大,那些吹捧他的东西都要删掉。 报道引述中国时事观察家分析说,这些东西,很明显后面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做,主管宣传的人其实也心知肚明。 港媒此前一报道说,这几年来,是区域逢明也好,是阴都市坏挖坑业霸,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刘云山与文宣系统,试图把协近平包装成左派。 报道引用北京官场的话称,刘云山及其文宣系统的质疑形象塑造工程,引发协近阳迪系智囊的警惕和担忧。